敢独自挑战荒山野岭的极品妹子 那必然是有两把刷子的 毕竟宝姐一手打野技术可不是吹牛的 之前的她直接利用简单的竹子 便布置出了一个365死角死神镰刀打野陷阱 直接将打野技术提升到了新高度 唯一可惜的虽然陷阱收获到了猎物 而且还是一只极品大野猪 但是野猪避开了竹剑的攻击 只是被下方的绳套勒住了而已 这让宝姐高兴之余又带着一丝丝的不快 难道她的竹剑真的不行吗 于是火 本期的宝姐决定在谈究竟 在山林之中挖出一个一米多深的大坑 并且砍来竹子制作竹剑 将竹剑密密麻麻地布置在大坑的底部 以此来验证她的竹剑可不是不行的 不过就这样的陷阱 真的就能捕捉到极品野猪吗 至于陷阱到底有没有收获 这个不要着急 但是宝姐这一期可是直接套了竹鼠的老巢 收获到一只极其肥美的大竹鼠 实在是美滋滋啊 捕捉到的大野猪 如今已经在宝姐的未养下 大野猪和其他野猪一般的 早已经将这里当成了新的家 毕竟吃得好 喝得好 睡得更好 隔壁还有着母猪可以看 大野猪自然是老实多了 宝姐再度踏上了独自的打野争承 她穿梭在山巒之间 步履轻盈如飞燕 仿佛在山间平地自由驰骋 她激紧地避开潜伏的毒蛇与毒虫 瑞丽的目光四处搜寻着猎物的蛛丝马迹 在悬崖峭壁之下 宝姐睿眼如炬 终于发现了野猪留下的微妙痕迹 以及他们享用美餐后留下的食物残渣 她心中暗自窃喜 手中紧握手铲 毅然决然地对着地面挥舞起来 开始挖掘一个精心设计的陷阱 准备捕捉那些狡猾的野猪 对于经验丰富的宝姐而言 挖掘这松软的泥土并非难事 更何况 她并不孤单 忠诚的狗子陪伴在旁 为她壮胆助力 随着她的不懈努力 地坑逐渐加深 她细心地整理周围的泥土 以防地坑崩塌 经过一番心情挖掘 一个令宝姐颇为满意的地坑 终于呈现眼前 这个地坑深约一米三四 足以让猎物陷入其中无法自拔 而此次 她决定打造一个别出心裁的竹剑陷阱 旨在直接将猎物置于死地 她挥刀砍伐附近的大竹子 熟练地将长竹断结成短竹节 再将这些短竹节劈砍成一根根竹条 这些竹条将成为她打野的利器 经过精心削尖后 化作一把把锋利的竹剑 一旦猎物被这些竹剑刺中 定将痛苦不堪 难以逃脱 为了确保竹剑能够牢固地插入地坑中 宝姐将每一根竹剑的两端都削得异常锋利 就在她专心致志地制作竹剑时 一旁的狗子静跃跃欲试 主动跳入地坑中尝试挑战 然而 结果可想而知 她很快便尝到了地坑的厉害 狼狈不堪汪汪汪叫唤着 当所有竹剑准备就绪后 宝姐小心翼翼地将它们一一插入地坑中 这个地坑虽然面积不足一平衡 但竹剑的布置却颇费心思 她沿着地坑边缘开始布置 竹剑向内部延伸 前前后后共插入了近二十把竹剑 这些竹剑露出地面的部分长达二十七八厘米 散发着淋漓的杀气 令人望而生畏 一旦有猎物不慎踏入这个精心布置的陷阱 哪怕只是轻微触碰 也将被锋利地逐渐锁伤 若是倒霉透顶 恐怕当场就会命丧黄泉 硬恨西北 绝对是荒野版本的打野大杀气 恐怖如斯安 接着 能保姐来到附近砍伐了大量的芭蕉树叶 以及一颗漂亮的芭蕉花 这些芭蕉树叶可是好东西 叶片宽大 用来作为掩盖物遮盖地坑那是再好不过 将其覆盖上去后 芭蕉叶宛如自然的屏障 直接将陷阱巧妙地隐藏起来 这一层层的芭蕉叶 就像是自然界中的迷彩服 为陷阱提供了一层完美的伪装 不过全是绿色的芭蕉叶 与周围环境并不十分地搭配 为了更进一步增强伪装的效果 保姐又在芭蕉树叶上面 铺了一层干枯的棕榈树叶 这些干枯的树叶 色泽自然 与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 使得陷阱更加难以被察觉 保姐的巧妙手法 让陷阱在自然界中隐身 等待着猎物的自投罗网 然而 仅仅依靠伪装是不够的 为了让猎物主动踏入陷阱 保姐深知必须要搞一些诱饵才行 于是 她借助固定在岩石缝隙中的一根木柜 巧妙地将采摘来的一颗芭蕉花挂在上面 让它距离地面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这朵芭蕉花 就像是夜空中的明星 虽然显眼 却又不会过于突兀 恰到好处地吸引着猎物的注意 现在 所有的准备工作都已经完成 剩下的时间就只能交给运气了 毕竟在打野的世界里 运气至少要占到一半的重要性 因为林子如此之大 但是猎物却是没有那么多 布置完精妙陷阱之后 保姐娴熟地收拾好行囊 准备踏上归途 然而 她并未直接返回庇护所 而是选择继续在周围探寻 期待着更多的自然馈赠 这一次的搜寻 竟然带给了保姐意想不到的惊喜 在一座不起眼的土包前 她敏锐地发现了大量新鲜的泥土 这些泥土似乎隐藏着什么秘密 于是 她顺着泥土的痕迹 小心翼翼地探寻 终于在前方的缝隙中 窥见了一个幽深的洞穴 这个洞穴 显然是山鼠或竹鼠等小动物的杰作 保姐环顾四周 目光所及之处布满了郁郁葱葱的竹子 她心中暗自揣测 这个洞穴的主人很可能是一只肥美的竹鼠 竹鼠 那肉质鲜嫩 营养丰富的美味 且其个头远超一般山鼠 让人垂涎欲低 为了捕获这只竹鼠 保姐毅然决然地拿起了手中的铲子 对着竹鼠洞展开了一场耐心的挖掘 在挖掘过程中 她需要时刻留意洞穴的走向 以免误入歧途 白费力气 同时 她通过观察洞穴内的泥土情况 来判断竹鼠的藏身之处 每当发现吃食的残渣时 她的心中便涌起一阵激动 因为那意味着距离目标已经越来越近 此外 保姐还根据地面泥土的数量和质地 推断出这个竹鼠洞可能并不深 很可能是一只新竹鼠在搬家时打的心动 尽管如此 坚硬的泥土依然给挖掘工作带来了不小的甜点 然而 保姐并未气馁 她挥舞着手中的铲子 一铲一铲地向前推进 经过近两个小时的艰苦挖掘 洞内终于传来了呼吱呼吱的声音 那是竹鼠的喘息声 保姐知道 她已经成功逼近了目标 然而 她并未贸然行动 而是谨慎地在一旁砍来了小竹子和一节大竹头 她巧妙地将小竹子探入泥洞中 稳稳地压住了惊慌失措的竹鼠 随后 她果断地伸出手去 一把抓住了这只肥美的猎物 在精准地扼住竹鼠的命门之后 保姐终于成功地将这只小家伙捕获 这只竹鼠体型并不算庞大 大约只有一斤重 在竹鼠的族群中 这样的体格只能勉强算是成年 然而 与那些瘦小的山鼠相比 她可算是个巨无霸了 保姐仔细打量着手中的猎物 心中满是欢喜 因为今晚她可以享用一顿丰盛的大餐了 她小心翼翼地将竹鼠放入竹筒中 并用木棍巧妙地插入侧面的竹口 牢牢地卡住洞口 以防竹鼠趁机逃脱 收拾好工具后 保姐将他们与竹鼠一同放入了宽大的背包中 原本她打算直接返回庇护所 但转念一想 查看地坑逐渐陷阱的方向 与她回家的路线相吻合 而且时间已经过去了三个小时 虽然捕获猎物的机会不大 但既然顺路 去看看也无妨 在前往陷阱的路上 保姐充分利用周围的环境 精心挑选了两个合适的位置 设置了简单的绳套陷阱 她的手法熟练而精准 显示出她对这片土地的深厚了解 和独特的生存智慧 然而 当她赶到地坑逐渐陷阱时 眼前的景象让她惊喜万分 芭蕉树花被砍食了一口 陷阱上方赫然出现了一个大洞 这意味着有野物掉入了陷阱中 保姐欣喜若狂 迫不及待地开始清理地坑上方的遮盖物 这一刻 她心中充满了期待和紧张 地坑中到底有没有猎物 这对她来说至关重要 而当她终于看清地坑中的景象时 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一只庞大的野猪躺在坑里 显然已经一命无虎了 保姐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终于将这只巨大的野猪从地坑中拉了出来 她腰腿发力 一股作气将野猪甩到了自己的肩膀上 准备扛着她满载而归 这只野猪的体重至少达到了六十斤 对于保姐来说无疑是个巨大的收获 她心中暗自盘算的是将其留作自己的美餐 还是拿去出售换取一些生活所需 毕竟她一个人肩负着养家糊口的重任 这份担子并不轻松 然而无论如何 今天都是一个值得庆祝的日子 因为她用自己的双手和智慧 再次证明了自己的生存能力 昨儿的保姐那是赚大发了 不仅是抓到了大竹鼠 更是搞到了一只重达七十二斤的大野猪 不过已经挂了的野猪保姐没舍得吃 而是将其出手了 剩下的大竹鼠则适合来看她的妹妹一起吃了 清晨的阳光洒落 放了几天假的小妹也欢心地来到了保姐的身边 开始协助她照料那些茁壮成长的野猪 在保姐精心打造的猪圈内 重达五六十斤的野猪们矫健的活动 他们的存在无疑是这片土地上最引人注目的风景 然而 在这群野猪中 最为出彩的莫过于母猪猪圈内的那八只小野猪 他们是保姐野猪事业的新希望 承载着她对未来的美好憧憬 这八只小野猪长是喜人 每一个都充满了勃勃生机 仿佛预示着一个令人期待的未来 保姐之所以在荒野中捕捉野猪并精心养殖 全然是为了赚钱养家 为了供她那成绩优异听话懂事的妹妹继续读书 而妹妹也深知姐姐的艰辛与不意 每当节假日来临 她便会来到保姐的身边 用她稚嫩的双手为姐姐分担一份劳作 这一次 喂养完野猪之后 保姐带着妹妹踏入了茂密的山林之中 他们准备搜寻一些猪草来为野猪们提供更丰富的食物 山林间的清风轻轻拂过 带来了大自然的清新与宁静 穿梭在树林间 走了月末半小时后 前方赫然出现了一些硕大的绿植 保姐和妹妹的目标便是这些酷丝芋头植株的巨大叶子 然而 这些叶子却比传统的芋头叶子要庞大数 每一张带有叶饼的叶子都长达三米有 叶片部分更是如同一把巨大的绿色雨伞般遮天避人 想要将这些庞然大物带回养殖场 可谓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他们需要将这些叶子归整在一起 再用坚韧的树藤进行巧妙的研发 幸运的是 喂养野猪主要使用的是叶子的叶饼部分 而无序庞大的叶片 否则还真是难以携带 当然 除了这些类似芋头的叶子之外 保姐还砍伐了一些野猪最爱的芭蕉树 这双重的美味无疑将为野猪们带来一场饕餐盛宴 在回去的路上 体贴的保姐让妹妹扛得相对较轻的叶饼 而自己则勇胆地扛起了好几根沉重的芭蕉树去干 当他们来到一棵参天大树下时 保姐示意妹妹放下手中的东西 抬头仰望那树上的果实 由于大树高耸入云 攀爬上去采摘果实的风险实在太大 因此保姐并未打算冒险尝试 幸运的是 地面之上散落着大量成熟掉落的果实 于是 姐妹二人便在这片林间宝地上 搜集起了这些珍贵的野果来 两姐妹的运气很是不错 地面掉落下来的野果数量还不少 最终两人怕是捡到了得有个二三十枚才结束 高兴得他们满是欢声笑的 仿佛为这片寂静的山林增添了一抹生动的色彩 随后 两姐妹携手将辛苦收集来的珠草一一搬回家中 这些珠草 是野猪们接下来几天的主要食材 他们承载着姐妹俩对野猪们的深深关怀与期待 回到厨房 保姐轻车熟路地生气火来 为上锅烹煮猪事做好充分的准备 而妹妹则拿起刀 开始熟练地切割起收集到的珠草 刀光闪烁间 珠草被整齐地切成段 切割的声音清脆于耳 仿佛在演奏一首劳动的赞歌 在妹妹忙碌于切割猪草的同时 保姐也没闲着 她将之前挖掘回来的牧鼠一一倒出 准备仔细清洗 这些牧鼠品质上乘 每根都粗壮如胳膊 清洗过后 保姐熟练地将它们切片 以便能更快地煮熟 姐妹俩分工明确 一人切割芭蕉树心 一人切割牧鼠 不一会儿就获得了一大堆的猪草食材 接下来的时间 便是将这些丰富的食材 一一倒入大锅中烹煮 随着火候的逐渐升温 锅中散发出诱人的香味 煮熟后 她们将猪食放凉备用 为野猪们精心准备了一顿丰盛的美餐 在忙碌的间隙 体贴的妹妹担心大姐柴火不够用 于是拉着大姐一起 将之前切割好的木段搬运到房屋前面 她们开始干起了匹柴的活计 为接下来的日子储备足够的柴火 匹柴是个力气活 但姐妹俩齐心协力 很快就劈好了一堆堆整齐的柴火 妹妹虽然力气小些 但她却勤快地将劈好的柴火 一一搬运到厨房里放置好 而主力劈柴的宝姐 更是展现出了她的力道与技巧 一劈一个准 令人赞叹不已 在两姐妹的同步管理和合作下 柴火堆积得越来越多 足够宝姐用上个十多天的时间了 这真是姐妹齐心 齐力断金啊 她们的默契与团结 让这个家更加温馨和美好 随后 两姐妹又将目光 投向了已经成熟的芝麻 她们拿起刀具 迅速地将一株株芝麻拦腰截断 然后捆扎成一把把的 放在一旁支撑起来的竹架子上亮晒 此时的芝麻已经饱满成熟 包刻后露出里面黑色的芝麻颗粒 仿佛是一颗颗珍贵的宝石 之所以选择这个时候收获芝麻 并不仅仅是因为妹妹能够帮忙 更是因为如果等到芝麻过熟的话 芝麻壳可能会自然裂开 导致珍贵的芝麻颗粒掉落到地面上 那样一来收集起来将会变得异常困难 因此两姐妹决定趁着芝麻成熟 正好是及时收获他们 到了次日清晨 两姐妹又忙碌起来 她们将收获后的芝麻地仔细清理 和挖掘了一半 然后在这片土地上撒上了不少的菜种 这些菜种日后将会生长出新鲜的蔬菜 无论是自家食用还是用来喂养野猪们 都将非常方便且有益健康 两姐妹的辛勤劳作为这个家 注入了更多的生机与活力 她们的努力不仅让现在的生活 更加充实和美好 更为未来过上更好的生活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判打下了坚实的癞码 你们自己想用这种